那家裡面有些人已經有了 已經去外面借回來對不對 有些人會去觀光聖地買回來 有些人是不知道怎麼來 那我們如何知道 這個是餓還是不餓 王老師 第一點你有需要借不借 這一個問題 有的人就覺得這樣就有保備 沒有 是家庭不孫 要去借信 還是現在家庭邊編安 旁邊編安你要借信 旁邊編安就這樣就好了 如果家庭不孫要借信 你不是我覺得不是借信 就算你要知道不孫的原因 一定要先知道這條 有的人會去買什麼觀聖菩薩 或是媽祖 你知道有那種瓷器 有些人有關公的雕刻 有些人都覺得我跟你結緣 這個我們如何知道 我們如何知道他餓還是散 我這個很難講 如果你說回家後 我現在說的是 你已經請回來之後 一段時間開始不平靜了 你就要問了 因為我也是路遠反差 我也看不出來 裡面是正常不正常 所以說我只能說 你要請這個 第一個你要審慎思考 三次而後行 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就沒有 你那個擺就在國大廟擺好了 沒有擺喔 就是擺在那裡當成 裝飾品沒關係 裝飾品不要點箱 你如果請記點 不說放在身座上擺 這樣就沒問題了 不要把他放到神桌上開光 跟他拜就對了 可是有的他會放在 就是可能客廳 他去點箱也不行 一定不能點箱